挑战每天忙于粉丝挑一条手肘 来 接下来 六位数一转 白冰飘花 今天又是哪位富婆姐姐 你不要管 还有其他要求吗 姐姐说了 她没有其他的要求 只要和演员就行了 没有要求才是最大的要求 好吧 来 市长看看吧 哇 又是自带光芒的一只 你看这个飘花 其中的像飘色 它不是特别明显 有点小 金色最常在里面 哇 这个就是白冰飘花 底子非常白净 但是呢 这个冰位没到 这个得到诺冰 哇 这个好有特色 这是一个小饼 然后这边有黄翡的水 这边有一金色翠 这种叫什么 黄甲绿 不愧是我江西老表的货 它高过很多 我觉得我来到这里 我都不想去逛其他地方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逛 今天这个货都逛不完 哇 这条刺着我的眼睛 啊 这条也好好看 天哪 这种青蓝调 正冰起的种味 里面还有一些 清新甜蜜的小飘花 这条也太好看了 啊 这条也好看 天 哦 满紫色 浓紫哦 天哪 没有任何漏白的对方 带一点点小撒进去 绝 它这个是天主蓝钢的味道 诶 这个天主太小了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 你看这种透抽感 而且它是起荧光 一整圈底子是非常白净的 但这个呢 缺少了一点点飘花做点缀 不过这个可以发给小姐姐看一下 哇 这条 因为在手桌群中都看了它一眼 飘花也有了 种水也是我们想要的那个 它这个已经到高冰了 看没有 里面有水路 哇 这我真的觉得 这什么价格 今天给了27万 给了27了 给过了 这个呢 对吧 给了10万 给了10万 你还写着20万 你还给了10万 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 两条都拿去看一下 这样一拿出来一对比 我们就知道差距还是蛮大的 这条呢 其实我们在栏光看 它是带点淡淡的粉色底调 水头的话 就到镇定的一个准备 但是这个已经到高冰了 看到这边有一个很长的荧光感 但是这个荧光感就很弱 最后跟客户姐姐沟通下来呢 她还是觉得这条最合她的原因 走 赶下去 我们还是谈这条吧 给过了27哈 这样我不好给呀 你还给过就不好给 27差不多了 这个花 上次我还以这里 做了一条栏杆起掌了 有个摄影是很掌哦 拿条也是让给你的 这模式让给你让条 但是这个拿给我光了 这个起锅出来就这样子了 不会不会 这个起锅还会高点 起锅还会高 那你说最低 最低你要卖多少 最低啊 老板说要过了30 过了30才能弹是吧 我拿去自然光看了 这个花一倒小就没多少了 点最 这里也是一点点 发太多也显得黑嘛 确实是这样 如果花太多确实就是太暗了 没有一生正气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说真的 我就看到它底子 底子还挺纯净的 那我就加一点 然后小加一点加5千 不要这么不爽快 你看 算是爽快 都不是 都不是5千 加5千的 你看 爽快点我都爽快 哎呀 我拿去 是吧 放出那个 已经让了好几万给你了 还让还是要让的 都剩一场 就有这些嘛 但是这个花呀 倒真的没有多少了 我就在纠结这个花 你一口价拿开 你也爽快 我也爽快 28万多个吉利 好吧 没有人又在砍我 28千6千 不行我真的走了 不行我真的走了 你是我的江西老表 我也不忍心砍你是吧 你能卖我就拿走 可以吧 不砍没有 零万 拿去拿去 来来来给你转 还是我江西老表好 我们看看 请记住我江西老表的这张链 姐妹们以后来平中市场 都来我江西老表这里 好 祝你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我等一下给你转账了 我先去取货 好 拜拜 最终以28万的价格 成功拿下 走 取货去 当当当 手镯取货了 来我们赞光看一下 即使是阴雨天 这条手镯的冰亮光感 还是扑面而来 冰块的质感 同时又有一丝丝点缀 飘花的层次感 足够夺人眼球 上手更显贵气 你们还喜欢什么样的手镯 评论区告诉我